成都一母亲被送去戒毒,三岁女儿饿死家中,两位民警却被判刑,在四川省成都市清白江区的一个小巷子里,李贵方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李思怡住在这里,小思怡是个苦命的孩子,她出生时父亲就依旧下落不明了,更惨的是,她的母亲李贵方还是一名隐君子,2003年6月4日,由于家里已经没钱吃饭了,李贵方又准备出去偷东西,考虑到带着女儿不方便, 他就将李思怡所在的家里,并在门把手上缠了一条毛巾,正是这条毛巾,直接导致他们母女俩阴阳相隔,李贵方锁好房门后,晃晃悠悠的的来到了一家超市,在里面转了半天后,趁着四下无人,李贵方准备偷些吃的用的,偷东西这是,对他来说是轻车熟络,之前他就偷过面包和牛奶等物品,被店里的店员发现后,李贵方便会跪在地上,祈求店员的原谅,这样一来,店员也拿他没办法, 只得骂他几句,然后放他离开,可是没想到李贵方贼心不改,挑选好下手的超市后,他趁老板正忙着收钱,偷偷将货架上的两瓶洗发水塞进自己衣服里,其实老板的余光一直在瞄着他, 抓到他偷东西后,老板马上冲到李贵方面前,将他衣服里的洗发水搜了出来,来了个人赃病货,李贵方苦苦哀求老板,可老板并没有打算善罢甘休,直接向派出所报了警,不一会,民警黄小兵便赶到了现场,将李贵方带回了派出所,路口供过程中,李贵方承认了自己的偷盗行为,本来打算录完笔录后,就按照正常的程序 对李贵方进行处罚,但在审讯过程中,黄小兵观察到李贵方的精神状态极其糟糕,和吸毒者很像,于是在笔录做完后,黄小兵找女警带李贵方去做尿检,结果做完尿检,发现李贵方还真是个瘾君子,是已,警方决定将李贵方送到成都戒毒中心进行强制戒毒,但是就在此时,李贵方告诉黄小兵,自己家中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需要照顾,即使要把她送去戒毒所,也应当先安排好, 她的女儿,随后,黄小兵将这一重要消息告诉给了派出所副所长王欣,王欣想了想,决定让李贵方先在戒毒通知书上签字,她女儿的事之后再说,眼见外面的天色越来越黑了,李贵方向警方表示,只要答应她先解决孩子的事情,就会在通知书上签字,最终,黄小兵同意了她的要求,签完戒毒通知书后,派出所便开始安排车辆送李贵方前往成都世界读所,晚上十点,李贵方被带上 上了警车,开车的正式副所长王欣,李贵方一上车便哀求王欣,到了清白江停一下,她把孩子送到二姐家后,再跟他们去戒毒,王欣只是淡淡地回答道,等会儿再说,警车路过清白江地界时,并没有要停车的意思,一口气使出了清白江,看着车外越来越远的家,李贵方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,一个劲地用头猛烈地撞击车门, 王欣命令后排的民警将她拽住,等到李贵方没有力气后,王欣让坐在副驾驶的卢小辉打电话给李贵方的姐姐,可电话那边没有人接听,于是,卢小辉又给附近的团结村派出所打电话,把电话号码给他们后,就让他们通知李贵方的姐姐去接孩子,完全没有在意对方说了什么,一个小时后,李贵方被送进了成都世界读所,戒毒期间,李贵方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女儿, 一位女儿已经跟在二姐身边了,2003年6月21日,清白江区青江西路一个小区的居民向成都市公安局报警,称小区里有一个大门紧锁的房间,里面一直散发着恶臭,好几个居民前去敲门,里面都没有人回应,接到报案后,警方立即赶到了青江西路小区,到了那户人家的房门口时,警方发现里面果然散发着阵阵恶臭,门把手上还用一个毛巾紧紧缠住, 警方朝屋内喊明身份后,依旧没有得到回应,于是决定强行破门,轰了一声,门打开了,屋内的场景震惊了在场所有人,这是一个三局势,在东南角主卧的地上,躺着一个小女孩的尸体,由于此时是夏天,尸体腐烂的速度比较快,居民们闻到的恶臭,正是女孩的尸体散发出来的,很快,小女孩的尸体被带回了警局,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全面的检查,尸体表面无任何伤痕,接着法医, 对尸体进行进一步解剖,当看到小女孩的胃时,法医终于知道了小女孩真正的死因,小女孩的胃里除了大量的胃酸,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了,要知道,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,就会产生大量的胃酸,从未必的损伤推测,李思怡是在半个月前被饿死的,此时,调查房间主人身份的办案人员也取得了进展,根据小区资料显示,住在这个房间的人名叫李贵芳,死去的女孩,正是他的女儿李思, 今年才三岁,通过走访调查,办案人员掌握了李贵芳的基本情况,李贵芳是一个无业游民,曾经因为吸毒和贩毒进过监狱,此时正处于缓刑阶段,1999年春节前夕,李贵芳认识了一个男朋友,两人很快确定了男女关系,后来李贵芳和他分手了,分手没多久,李贵芳才得知自己有了身孕,但是李贵芳已经找不到那个男人的下落了。 一番抉择下,李贵芳决定生下这个孩子,自己抚养他长大,2000年10月,李四姨出生了,虽然有了孩子,但是李贵芳的毒瘾却没有戒掉,一年花在吸毒上的钱,差不多高达十几万元,李贵芳的父亲实在不忍心,女儿如此可怜,每个月都会接济他几百元, 但是这几百元对李贵芳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,为了筹集毒资,李贵芳走上了一条不归路,他开始帮助别人贩毒以换取钱财,2001年,李贵芳在贩毒时被警方逮捕,但是当时李四姨还不到一岁,法院最终判了李贵芳缓刑,缓刑期间的李贵芳也不敢再贩毒了,一年后,李贵芳的父亲去世了,年幼的李四姨跟着母亲过上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,周围的邻居有时候看李四姨比较可怜, 会给他一两个馒头,他二姨每个月也会塞给他20块钱,与此同时,李贵芳为了不挨饿也开始出去偷窃,由于担心李四姨一个人跑到外面走失,李贵芳每次外出前都会将他锁在屋里,当李贵芳走后,饥饿的李四姨就会趴在北沃市的窗台上,朝过往的路人要吃的。 运气好时,路人会将面包或馒头顺着铁栏杆塞进去,一碗凉水一片面包就是李四姨一天的食物,曾经有人劝李贵芳将女儿送给一户好人家,省得孩子跟着他吃苦,结果被李贵芳拒绝了,在李贵芳看来,虽然生活很艰苦,但是他从没有想过离开女儿,因为女儿是他的精神支柱。 得知LA李贵芳的情况后,成都市公安局立即赶往戒毒所与李贵芳见面,当李贵芳从警方人员口中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时,失魂落魄地愣在原地许久,随后眼泪夺眶而出。 至今之人和他永别了,此刻他的心中有委屈、愤怒,但更多的还是伤心,在李四姨的案件被披露后,成都市公安局立刻组织了调查组,就本次案件进行全面调查。 6月22日,当地媒体就李四姨事件进行了特别报道,引起了全国的轰动,各地的人们都在呼吁成都市警方要给李贵芳一个交代。 调查组立即从6月4日李贵芳被抓的那天开始查起,很快就逮捕了黄小兵,毕竟当时李贵芳的戒毒通知书是黄小兵负责的,按照规定。 这份通知书应该在三日内送到李贵芳家人的手上,可是接二十天过去了,这份戒毒通知书依旧躺在黄小兵办公桌的抽屉里,黄小兵被抓后辩解到,当时他将李贵芳家中有孩子这事向王欣说明过了,但是王欣依然让他去办理戒毒通知书,随后,警方又审讯了王欣和卢小辉。 两人的口供和黄小兵说得差不多,据王欣供述,当时在车上,他让卢小辉打电话,联系李贵芳的家人却一直联系不上,于是卢小辉将电话打给了团结村派出所,委托他们去办理这件事情,团结村派出所接电话的是一位名叫沐宇的警校实习生,电话那头让他通知李贵芳的姐姐,就说李贵芳被送去强制戒毒,让他姐姐去接李司仪,沐宇在电话里提出疑问,既然李贵芳家中有孩子, 为何还要送去强制,这不符合规定,但是电话那头执意要这样做,把号码告诉沐宇后,就急忙挂掉了电话。 沐宇当时是实习生,没有出警的权利,他只好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一位老民警,并将电话号码写在了值班室的告示板上,沐宇交接完后就下班了,等他第二天在上班时,发现告示板上的电话号码已经被擦了,他便以为已经有人已经处理好了。 与此同时,王欣也让黄小兵给团结村派出所再打个电话,询问他们李司仪的事情办妥没有,不过这次的电话不是沐宇接的,只听电话那头说了句知道了知道了,然后就挂断了电话,调查组掌握一系列证据后。 由当地检察院对涉案人员发起诉讼,王欣,黄小兵站在了被告的位置上,法庭上,李贵方看着这些杀害自己女儿的人,忍不住当场失声痛哭。 面对指正,黄小兵承认了自己的罪行,并且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,与黄小兵形成对比的事,王欣一直强调,他押送李贵方去强制戒毒是合理合法的。 此外,他也派人联系了团结村派出所,在他看来,团结村派出所才是罪魁祸首。 2003年10月30,王欣和黄小兵因犯玩忽职守罪,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和两年。 其余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,连沐宇也被开除学籍了,如此看来,法院对王欣两人的判决完全合情合理。 此外,警方事后也对李贵方进行了赔偿,不仅妥善安置了李思怡的遗体,还支付给李贵方一笔赔偿金, 在本次事件中,王欣等人的冷漠无疑是杀害李欣怡的凶器,可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他们一样冷漠。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,公诉方讲述了李贵方的另一次被捕经历,这次经历除了成为了有力的佐证,还体现了大多数执法人员的专业性。 2003年4月2日下午,李贵方在一家超市盗窃T恤,老板发现他偷东西后马上就报了警,当时警方在逮捕李贵方后,同样对他进行了尿检, 从而发现他是一名尹君子,办案人员得知他家中还有一个幼子后,就立马派人去核实了情况。 最终,派出所认为李贵方不符合强界标准,也就没有再对他实行强制戒毒,一名警员甚至还掏了20元给他当路费,如出一辙的案件, 却由于人员素质的不同造成了天差地别的后果。倘若王欣等人当时去李贵方家核实情况,小四仪也不至于死于饥饿和冷漠。